今年初果树开花期气候不稳定 气温冷热交替频繁导致幼稚和柑橘等作物出现了减产的状况 影响到农作物产量和农民的生计 玉里甄公所两次进行会刊 协服农业处和相关的农业单位勘察之后表示 目前还没有达到天然灾害申请标准 要等到6月初再来进行会刊 今年初果树开花期气候不稳定 并且气温冷热交替频繁 导致柚子以及柑橘等作物陆续传出减产的灾情 影响农作物产量以及农民生计 玉里甄公所两次进行会刊 协服农业处以及相关农业单位勘察后表示 目前还不在天然灾害的申请标准 要再等到6月初再进行会刊 达到是否达到一个灾损的一个状况 我们会及时的来承报花莲县政府 还有相关的单位 到时候我们会作为一个及时的一个复刊 来保障那个农民的一个情人 来给他一个适当的一个补助 5月中农业处也以最快速度 邀及了农粮鼠东分鼠改良厂前往会刊 当天会刊结果表示 目前每一个柚子树 还有结果超过100棵 没有达到灾损标准 并且表示等到6月初会再进行后续的判定 玉璃镇公所表示当地幼农估算将减缠5成 江东城期望在各单位通力互助 吸手合作 相信能够让农民们遭遇的近况 获得最妥善的处理 记者高松双玉璃镇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高松双玉璃 Bree